今天北京下雨了 春雨贵如油 不过有点冷 所以我就多穿了一点 下雨是个好事 但是可能也有不好 据说武汉下了大雨 武汉大学的樱花被雨砸光了 很多人去看樱花扫兴而回 这是题外说几句话了 今天呢 有人建议我说一说 严明傅 那么我们就说说严明傅 其实我只见过严明傅一次 是在他当这个慈善总会会长的时候呢 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情 我要去他办公室找他了 这个 但是呢 他曾经是我太太的领导 我太太对他评价非常高 我知道 他是作为中共的重要接班人培养的 因为他根正苗红 也因为他出名能干 他的父亲为中共的革命立下过汉马功劳 今天的故事先从他的父亲说起 文革开始以后啊 严明傅就被隔离了 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领导干部嘛 1931年生的他文革开始的时候 他才30多岁 这也正常 他从1949年开始 先后在全国总工会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 30多岁的时候 他就是很重要的官员了 因为俄语好和苏联交好的时候和交恶的时候 他都参加过重要的翻译工作 严明傅的语言才能是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的 特别是毛泽东 有一次和苏联的活动中 严明傅他的这个流畅的翻译和他的机制 获得了毛泽东的特别的表扬 他说毛泽东说啊 你的翻译工作做得很好 就是在翻译工作结束以后对他说 但是呢 在那个怀疑一切的年代里头 那么好的俄语 怀疑他是苏联的间谍 怀疑他里通外国也很正常 那年9月呢 严明傅已经被隔离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由 有一天他到父亲家去看望老人们 当时呢 家里的这个老人们都已经知道他被隔离 父亲严宝行单独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父亲说呢 我感到最近我感到情况不好 我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在总理领导下做了一系列对党有益的事情 1941年6月 希特勒进攻苏联前一个多礼拜 我获得了有关进攻时间的准确情报 报告了恩来同志 他当即电告延安 毛主席立即转告斯大林 从而使苏军极早的进入了一级战备 战争爆发以后 斯大林制定 制定中共中央 对他提供的准确情报 表示感谢 1944年末 我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驻金分布 各种防御公式的详细材料 及时的交给了恩来同志 转给了苏联 保证苏联的 信果然就来了 1967年的11月7日傍晚 严保行一家正准备吃晚饭 忽然门铃大响 闯进来一批人 红卫兵打扮 声称要把严保行带走 严保行问他们 是什么人 有逮捕证吗 他们说 我们是红卫兵 最高指示 就是逮捕证 快跟我们走 少啰嗦 夫人赶紧把皮大衣送到严保行的手里 严保行低声的对夫人说 赶快报告周总理 这句话 进成了两位六十多年来患难与共夫妻的 永别的遗言 这也是 严明傅和父亲的永别 之后他还有一次和父亲的近距离的声音相闻 人没见到只听到了声音 那是1968年的四五月间 严明傅在监狱里 秦城监狱啊 偶尔听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咳嗽声 他觉得真像父亲的声音 但是转念一想 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 一来父亲早已淡出政坛 不是当权派 更不是走私派 二来呢 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 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 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谁能想到呢 这位对这个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人 竟然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竟然也成了严明傅的育友 父子同育 中间只隔23个人 他父亲的代号是67100 而严明傅的代号是67124 文革后他才知道 就在他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 没几天 被受折磨的老人家就 含冤去世了 现在给严宝航贴的标签是 中共谍报英雄 其实远不止此了 他的标签应该更多 只不过呢 这个标签更有传奇色彩 所以就流传的更远一点 严某航呢 是辽城海城人 辽宁的海城人 他先后在蒋介石张学良合办的 四维学会 以及蒋介石宋美龄倡导的 新生活运动中担任要职 经过蒋介石任命 担任过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行营参议 政治部设计委员 在这些岗位上 他呢利用这些便利 为中共中央提供了 大量的重要情报 西安事变的前夕啊 严某航向张学良 说这个反复的来说 联共抗日的主张 事变以后又多方营救张学良 严某航的家呢 还有一个别称叫严家老店 因为这里实际上 是共产党的接待点 周恩来就是严家老店的 常客 周恩来在这儿 报过阎明复 那时候他还年幼 应该是四五岁的样子 我觉得 周恩来问他 说你愿意和哥哥姐姐一样 去延安吗 阎明复当时回答说 我不去 那太苦了 因为是小孩嘛 童言无忌 这句话据说 让周恩来打笑 逃住的女儿 陶思亮回忆说 解放战争时期 在辽籍省委大院里 住了三家人 一家是省主席 严宝航夫妇 还有他们的儿子 严明光 小儿子严明傅 另外一家 是省副主席 朱七文 和他的两个儿子 及女儿 第三家就是他们家 他父亲 陶住 那时候是省委书记 原本的这个省主席 是朱七文 严宝航来了以后 朱七文把位子 让给了他 省委大院里 就有人议论 怎么能让一个民主党派 来当正直呢 父亲陶住 和朱七文都知道 严宝航的地下党员身份 但那时还不能公开 陶住就在大会上说 严宝航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革命性坚定 是组织上信任的人 以后谁也不许 私底下再议论 严主席 这是陶思亮的回忆 有了这样的绅士 严明复在党内 一度如鱼得水 因为是革命者的后代 严明复1931年 出生在北平 1947年进入 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 学习俄语 后来在全国总工会 担任翻译工作 1957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组长 文革期间 严明复在秦城监狱里度过了七年半的时光 1975年严明复平翻以后 胡乔木调他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副总编 后来呢 彭真又要他去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1986年 党中央要物色一个新的统战部长 当时担任政治局委员的杨尚昆 推荐了 严明复 杨尚昆说 小言在秦城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这样 严明复就担任了中央统战部的部长 很快他就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 成为中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你看这几个人 胡乔木欣赏他 彭真也欣赏他 杨尚昆也推荐他 如果没有8964的话 严明复的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他的经历和他的见识 使得他不可能在那场劫难中全身而退 严明复的口碑非常好啊 陶思亮说 在我母亲的眼里 就是在他母亲的眼里 耀邦和严明复是党内最天真的两个人 他对严明复的坦荡很是赞赏 说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而他的本质也决定了他经得起大风大浪 我们说的大风大浪包含了很多 这里可以说说他在秦城监狱 严明复自己回忆过 七年多以来 他不记得在监禁实现的审讯一共有多少次 头一两年多一点 后来几乎没有了 只是关着他 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审讯 入狱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11月18号的上午 也不知道几点钟 这个牢房门开了 管理员走进来说 提审给我走 从秋时里出来 沿着走廊向左走 过了一个铁门又向右转 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 一边是墙一边是一间一间的房间 在其中一间的门口 这个管理员让严明复停下来 他打开门 对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 然后叫他走进去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 门的左边有一个长条桌 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 后面还有坐着几个军人 在房间里另一侧正对着桌子 大概有二三米的时候 样子嘛 放了一个椭圆形的墩子 看上去是瓷的 后来他听说是实心的 灌了签 怕犯人拿起来砸审讯的人 那时候可能设备还比较简陋吧 灌了签的东西 一般人是拿不动的 专案组独霸了语录 又讲了一大篇话 大概都是什么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 严明复已经忘记了 只记得他叫他交代和彭真 以及杨尚昆的关系 这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文革开始 还在中南海的时间 他就讲起 一直讲到学习班 材料也写了很多 所以他很清楚 所以他滔滔不绝的来交代 讲到中午了 选案组宣布暂停 管理员把他带回牢房吃饭 吃完饭又去审讯 接着又交代 一直到天黑 后来他说我交代完了 专案组一副惊讶的样子 说完了 严明复说是啊完了 专案组说怎么完了呢 你最主要的还没交代呢 严明复就很惊讶的问他 什么是最主要的东西 专案组的人神气十足的说 你理通外国 理通苏修的罪行还没有交代 严明复哈哈笑 说我理通苏修 毛主席还表扬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实呢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 他是反修英雄 但是毛泽东说过这个话 说小言不怕外国人 说的是毛泽东和 赫鲁晓夫吵架的时候 严明复当翻译 不怯场 理直气壮 专案组就一口咬定 说严明复理通苏修 严明复气急了 就不加思索的脱口说毛主席表扬我是反修英雄 专案组当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讲过这类的话 也不敢轻易的否定 毛主席的话 他们不敢否定 于是呢 他们说毛主席表扬过的人多了 严明复说那好那你们就查吧 这个这么细致的来讲 他第一次被审讯 我觉得我的想法呢 是让大家知道 在秦城监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当然后来呢 这个为了挖出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莫须有的罪名 比如说对刘少奇啊 对邓小平啊 杨上坤啊这些人 他们都到严明复这来 找突破口 软硬兼施 一直在审讯他 严明复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呢 审讯的过程是一个考验人的良心 勇气和信念的过程 在审讯中顺着提省人的诱供 讲假话乱咬人 可能是恢复自由的一个机会 但是对于一个被关押在这个牢房里的犯人 没有比马上恢复自由这样的一个许诺 更有诱惑力了 但是要说假话的代价 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 殃及的将不是这个专案组要审查的这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还可能使更多的人受到诬陷 对于检举揭发 立即释放和不交代拉出去枪壁的威胁 严明复从来没有产生过 讲假话的念头 所以这才有杨尚坤 刚才我说到 杨尚坤说小言从来没有说过假话 当然了 这也是一种傻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呢 严明复也是一个傻人 他复出工作以后 我说的是六四以后复出工作 他从全国政协副主席 书记书记 降了好几级 到了民政部当副部长 但是他没有躺平 还是努力的工作 那时候呢 他入了另策 担任过很多的职务 但都是副职 因为不可能让他做正职了 他夫人呢 也比较了解他 从来也不过问 也不发牢骚 有一天呢 严明复一回家 就兴高采烈的对夫人说 这次我担任了正职了 他夫人问 什么机构啊 严明复很得意的说 这是中国特殊奥委会主席 夫人又问 怎么个特殊法 严明复说 就是指弱智人 严明复回答 什么回答 他夫人说 挺适合你 这是一句幽默的话 就是严明复也有点弱智 别看他是名门之后啊 从小衣食无忧 但是呢 严明复见不得受苦人 他在民政部的时候 有一次到甘肃临下下乡 路上遇到一个大脖子病 就是甲庄腺肿的患者 他立即让部下送那位老乡去兰州 手术治疗 一切费用由他全包 在孤儿院 他向演出节目的小孤儿们鞠躬 周围的人员 盲不迭的阻止 他说不可不可 哪有爷爷给孙儿鞠躬的 看到孤儿院里的胖厨师 他会莫名的愤怒 就因为孩子太瘦弱了 因为孩子瘦 厨师胖 那说明什么 他非常生气 他不仅仅是动情 而更是付诸行动 争取资源 解决问题是他擅长的事情 比如在武汉福利院 看到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太差 立刻打电话给台湾慈济会 要了两千万 并且现场办公 敲定了配置工程 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动 现在可能向台湾去要钱 恐怕也是很难的事了 民政部的有一个局长姓徐 他也向陶四亮抱怨过 说这个名副 什么人都见 什么事都帮 他就是不出一个 说不出一个不字来 特别有同情心 动不动就会流眼泪 掏光自己的钱包 昂贵的手表 也会摘下来送给贫苦的农民 严明副从慈善总会退下来以后 从头开始学电脑 用了十年的时间 一边与病魔做较量 一边与电脑做较量 因为他不太熟嘛 终于在84岁那年 就是2015年 他写出了一部 近一百万字的 严明副回忆录 这个书当时有着 巨大的文献价值 当时是洛阳纸柜 我也是想方设法 去找这两本书 特别是对这个中苏关系的演变 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出版这本书的 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叫黄书源 这么评价说 此书是20年来不可多得 可遇不可求的原创好书 一直到现在 这本书还在畅销 我也做过这本书的这个读书杂技 严明副的俄语 刚才说了非常好 而中共和苏共的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呢 跟洪苗正又精通语言的 他参加了很多与苏联交往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们听说过 但是由他自己说出来 可信度就更高 比如说他讲炮打金门 明显的给中苏关系投下了阴影 1958年的8月23日 解放军的福建前线部队 开始炮轰金门 一天打了近三万发炮弹 国民党马上向美国求援 几天之内 美国在台湾地区集结了 六艘航空母舰和40艘驱逐舰 突如其来的台湾紧张局势 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惊慌 他很生气 担心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 苏联会被中国拉下水 尤其是北京的这个行动 被西方媒体说成是中苏合谋的 因为呢 20天以前 赫鲁晓夫访华时 同毛泽东见过面 其实呢 赫鲁晓夫确实来了 毛泽东也确实跟他见面了 但是也确实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就是要抛击金门的事情 但是这两个重要领导人见面了 会不谈这件重要的事情吗 不可能啊 这是给国际上的一个影响 这就像 两年以前 俄罗斯 进攻乌克兰 进攻之前 在北京的这个 普京 在北京见了习近平 全世界都会怀疑 普京把这个情报 向习近平说了 赫鲁晓夫呢 当时就派了外交部长 葛罗米科 到北京来聊点情况 周总理和周 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 严明傅也在场 周总理和毛泽东告诉他 说我们不是要解放台湾 也不是要在金门马祖登陆 而是要打击国民党的企业 打击美国的企业 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 我们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 后来呢 赫鲁晓夫明面上 对中国表示支持 但实际上 他还是很不满意 认为中国人给他下了一个套 中苏关系呢 又增加了一个变量 严明傅当翻译 参与了很多中苏领导人的会谈 对中苏分歧的产生的原因 和过程都非常清楚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 邓小平的思路和他确定的路线 他也很清楚 他记录了小平的很多讲话 例如1989年的5月16日 邓小平 同戈尔巴乔夫谈话 那时候天安门广场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邓小平 见戈尔巴乔夫 当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严明傅在场给他做翻译 邓小平在讲到中苏关系的时候说呢 说经过20多年的实践 回过头来看 双方都讲了很多的空话 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 在这方面呢 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这个当时对苏联的九评 是邓小平主持写的 他有这样的认识 我认为很了不起 邓小平说 真正的实质的问题呢 是不平等 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他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时候还说呢 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了的条件下 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没有搞清楚 绝不能要求马克思 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所产生的问题 提供现成的答案 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 为他去世后五十年 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 提供现成的答案的任务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 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就是邓小平为中苏论战 做的极其中肯的结论 实际上也不单是总结中苏论战了 而是讲述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对待马克思主义 1990年苏联的形势也不稳 可能会发生巨变 邓小平又说 不管苏联有什么变化 我们都要同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从容的发展关系 包括政治关系 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邓小平一贯主张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尤其在国际上 在国家关系上 他调整过去曾经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 主张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 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同 去处理国和国 党和党之间的关系 不纠缠历史 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所以他这些主张呢 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其实呢 他这些主张在今天也是非常有用的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做的不够好 我说了很久的闫名副 也许有人会说 你这是为共产党的官员说好话 我是这么想 通过讲闫名副 一是让大家知道 中国曾经经过了什么 文革十年是怎么样把好人推进了火坑的 像严宝航为中共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闫名副也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他们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二呢 是让大家知道 在共产党的体制里 有很多闫名副这样的好人 把他们全部都说成是坏人 是不对的 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全面的立体的去看 同样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对在美国在日本在台湾 我们也不能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 或者都是坏人 其中有很多的好人 人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有好有坏 有左中有之分 而且每个阶段的人也是不同的 这个阶段他也许是好人 但下一个阶段他可能就变了 民政部有一个老同事 在严民赴八十寿城的这个时候 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呢 向前八十年 这个世界有了一个奇特的人 这个人出身名门 却充满了平民意识 这个人当过党和国家领导人 却没有丝毫关系 这个人坐了七年的牢 却对党忠心不改 这个人正直善良 真诚的有些天真 菩萨的 慈悲的像个菩萨 他说的就是严民赴 这个概括很准确